AudioJungle 涉及五个部门负责人 包括台湾地区外事部门负责人李大为 房屋部门负责人冯世宽 劳动部门负责人林美珠等都遭撤换 台行政管理机构发言人徐国勇表示 蔡英文办公室幕僚长吴钊谢 将接任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 台湾房屋部门负责人一职 该由台湾安全部门负责人也得发担任 台湾劳动部门负责人 由高雄市副市长旭明春接任 另外陈水扁时期的台湾方面陆委会副责人陈明通 将接替张晓月担任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 台湾退捕部门负责人 该由台军退役军官邱国正担任 对于这波人事意中 台湾媒体早在21日就有渲染 不过台当局高层随即进行否认 民进党中职会也闭口不谈改组 然而才不到两天 台行政管理机构就宣布了改组决定 由岛内舆论分析指出 民进党当局此波行政团队改组 主要是为了因应年底的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 加进人事布局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 赖兴德在台南的子弟兵或许将北上 进入台湾交通部门 内务部门等单位担任要职 其中台南市政府秘书长吴欣修已经亲自证实 将准备北上就任台湾内务部门所谓的营建处长 厦门类似记者综合报道 XMGD2015 Smack3996 SynStyle SynStyle Smack909 MNZS1012 SynStyle 2005 FM94 TBC 厦门 卫视出品专载 请注